我今天就說 It's not my life It's not my wife Why care? 就是神奇頂級超雀 好像魔術師 總之你不是最差的那個 你就不要怨啦 GNGI It's not going to take you anywhere 先喝茶 體育踢一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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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Subscribe 下面紅色的按鈕 不用聊 麻煩你 體育踢一踢 大家開心點 有我陳尚來 宗志剛 還有Peter王王興貴 王興貴的番名多了 貴神 他說還有很多Peter神 還有其他不同的名字 其實這些名字有些就抬你 有些就想貶低你 其實你的感覺是怎樣 感覺其實 真的是的 如果在訪問我 你們要相信我 我覺得最重要是自己 人貴自知 對 人貴自知 我不想說他以後 我很珍貴 不是 木字是誰 其實一個人 就不要覺得自己 是什麽那麽高 那麽厲害 或者那麽厲害 其實做一個普通人 都不是很差的 對不對? 那麽厲害 起碼沒有人妒忌 對不對? 那真的是的 我呢 在生命裏面 通常那個high low 是很 就是drastic 就是很威死 激 OK? 那我都不想的 我都想平平穩穩好 對不對? 但是既然有人喜歡你的 thank you 有人不喜歡我的 as long as 他最重要是不要令到我的僱主 是令到我 沒有得找飯吃的 我真的不介意 因爲 爲什麽呢? 我給你一個金句 剛才你說這個節目的金句 這麽厲害 什麽說 叫做G&T 對 我叫做G&T 我叫做金句 就是It's not my life It's not my wife Why care? 就是關人什麽事 沒錯 因爲 中文有兩句金句很適合你 你又說的是什麽呢? 就是能受天磨 真鐵漢 不招人妓是容財 這件事 最喜歡我拍鐘仔 我跟他廣播這麽久 永遠廣播 有時候就學到這些 但是這些 你第二詞 不要只說一下 寫給我 寫給我 要有中文底子的 中文底子 不能有 真的不行的 其實很厲害的 這些東西 我80年代看Peter 想不到隔了幾十年後 和他一起廣播 想到想不到 人生很奇妙 其實這個 在你漫長的 評說生涯當中 有哪些拍檔你很記得啊 或者有什麽特別想和他們說說的呢? 其實拍檔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互相把對方的好處帶出來 這個世界上什麽人都有的 是不是? 還有我們香港和中國廣播 那個自由度 其實是比外國更自由的 所以我覺得有幸做到評述員 已經是一個很 就是一身難忘 有甘心無雷勢 有甘心無雷勢 的這個 不是成就 而是糊口的機會 所以 我就認為 是 撞到好的 好夾的同事 當然是好 但是撞到不夾的同事 也都 怎麼處理呢? 我想請教你 怎麼處理呢? 問Samuel 我很欣賞他 就是處理那些crisis 他那件 私人的crisis 所以這個 我相信 被人了解到 我就是這樣處理 那些疫境的事 或者人家令到我難堪的事 就是量是不是要重要些先呢? 就是做人呢 我最近有寫就是說 我希望 我永遠跟不到 世上我碰到 在韓國業 高人 後來又變成我朋友那些人 但是我希望 我只是做到一個 是令到人家舒服 不是口臭 easy going 的這個 順德人 是啊 我和你合作就是這樣 我想說 我小時候看 這個人是講波 竟然有機會和他一起講波 但是呢 他是很欺如其分的 第一 他不會搶著說話 他和他 我們經常說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去寫定些東西 總之有些金句 反而一兩句就沒有了 很簡單 奧雲 你做當家的時候 2006年 同事 同事 他很公平的 我們有四個足球兵器人 就是 一對一對 我們那時候 ESPN有很多厲害的節目 歐聯和足總妹 都在你們身上 阿萊就編排 我那一屆就講歐聯的決賽 然後足總妹決賽 就給另外一對講 但是 我們公司是一個特別的 就是每一個節目 都有一個是一個鐘頭的精華節目 就是剪接了 highlight的 喂 利物浦對韋斯行那場 這麼厲害的球 半小時一年就射細碼 不是我講的 但是後來公司就說 那個highlight給你做 哇這場球很厲害的 highlight給我做 行了 我就當live這樣說 哈哈哈哈 就是直去 不要了 不用給稿 不用剪接 不用成 這樣 現場說出來 由於是 謝拉特 Captain Fabulous 這個神奇隊長 利物浦的球迷就知道了 這個 真的 首先 利物浦輸2比0 追上2比1 跟著3比1 跟著又入多一球 最後剩下 這個保持時間 給謝拉特 在利門三十幾碼 射一球 就是神奇頂級超卓 好像魔術師 玩到最後那一幕 都還在這裏 帽子啊 這件衣服啊 根本都已經脫掉了 都還可以在身體 變一些東西出來 變多一隻套 不知道怎麼穿出來 成為了很多的網民 將它剪接了 老實說 這一個這樣的經典演繹 是令我回到香港之後 阿萊 是廣告啊 或者有時候 有些 叫我去做嘉賓 或者什麼 都叫我用那個調 還有用那個方式去演繹 他們要做的產品 其實這樣就造成你 那個評述 還有那個風格 有自己一個風格在那裏 沒錯 這些就是 你看這個傻子 有時候是挺黑的 有時候那個傻子 碰碰撞撞 撞到一個神奇頂級超卓的moment出來 所以 你還不是死而無怨 你不要去計較 你拿不到的東西 你得不到的東西 或者你應 我又沒有什麼應該 其實上天很多東西都是要整定的 總之 你不是最差的那個 你就不要怨 自怨自艾 It's not going to take you anywhere 是不是 你自己做評述工作做了這麼多 但是在ESPN那時候 你帶了很多新人入行 其實你帶了新人入行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想法 或者什麼的選擇 我就沒有的 老實講 ESPN 你的拍檔 under你那個 就叫我找多些香港人來 那我 既然公司需要 又有些人說 想加入ESPN 那我就盡量 將他們的好處 介紹給這個 ESPN那個頭 譬如好像 何輝有一段稿 是他幫無線 和幾個 周慧忠的一班 評述員 廣播的 那我拿那個貼帶 拿去給YPING 聽 YPING 經過我 這個極力讚賞 何輝 他也是 英文程度好 因為ESPN一定是英文程度好 又我說他 man boy 都是很高手 不是只是足球 這樣 先解釋 WyPING 就是當時 就是ESPN 一個負責中文部的經理 他是新加坡人 負責招聘一些人 所以很多時候 都靠Peter這些專家 去介紹一些人給他 甚至 曾剛那時候移民 這個新加坡 住得近 一告訴Owen 來聽 即馬上就請Kan Sir 講聽烈士講高爾夫球 他自己喜歡打 沒有在對面走過來 已經可以開工了 又有工作證 這些東西 為公司的 你不要將自己擺在頭上 你不要介紹別人 一會兒別人比我厲害 如果他真的比你厲害 他是deserve的 你死而無怨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Peter 這麼多朋友 就是這樣解釋 你看到他很肯幫人 曾剛搬到來 大明清又怎樣 原來跟你很老友 那就是來玩 一起玩 我真的都有一件事 你經常拍廣告 或者跟別人做那些特別節目 你收了這麼少錢 你做壞行規 我和我女朋友都是這樣說 Kan Sir都是這樣說 我一個過了那時候60 當不好 現在50多的人 你還想expect什麼 人家請你 說這些經濟的反應 你還要招職又怎樣 你一問阿萊就知道了 有人complain我 他告訴我 我都認為 OK 我盡量改吧 我不要說 我是這樣的 這個我不肯就範的 喂 你要不要先賺錢 那個飯碗 那張paycheck 起碼才可以令到你 可以演繹你自己 對任何體育了解的思維 和大家分享 這裏先閘著 所謂complain 老學說 我們都叫主觀仔 每天都收很多complain 我都complain 懂又complain 不懂又complain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無理的 就拿來大家笑 有道理的 當然就說 你真的在這方面說錯了 或者有時候有個complain 有個評述員 在人家密哀的時候 漏了一個字 可能不知道他休息 還是什麼 叫隔壁那個 就漏了一個字 那就真的 對那個密哀不敬 下次小心一點 剛才我想說 你看到那個影片 那個人密歸是好的 人緣很好 我就很想跟你說 他的朋友 這是我的財富 難怪不得到 下次要來 下次再來 下次再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體育踢一踢的朋友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 不過最近 我也得到 讚助商的支持 就是Mini Challenge 和你亞洲挑戰賽 送了幾十份禮品給我們 辦法很簡單 只要在我們影片下面的留言箱 就留言 還有就是在Facebook上 Like我們的Patreon 還有是我們訂閱的訂壺 就有機會得獎 結果抽獎之後 就會通知大家 聯絡之後就獲獎 今年新的用戶 一樣有機會獲獎